3月11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1.9万亿美元的新冠纾困救助法案,标志着该法案正式生效。 该法案是拜登政府任内的首个重大立法项目,也是完成了他此前对选民的承诺,上任100天内为符合条件的美国人奋发1400美元的支票。 新一轮刺激法案还包含延长事业保险,向州和地方政府拨款,提高疫苗接种和检测能力等多个方面。 11日,明尼苏达州亨内平县一名地方法官恢复了对佛罗伊德案涉事前警察德雷克·肖万的三级谋杀指控。 目前,肖万面临三级谋杀罪、二级谋杀罪和过世杀人罪的指控。 根据明尼苏达州的法律,二级谋杀罪面临最高40年监禁,三级谋杀罪面临最高25年监禁,而过世杀人罪则面临最高10年监禁。 该案开庭陈述,预计最早将于本月29日开始。 UCLA安德森管理学院10日发表本季度经济预测指出,美国经济在疫情大衰退后,接下来几年将出现60年难遇的大成长期,而加州复苏的速度又比美国其他地区要快。 该报告指出,虽然国民生产总值在2020年度衰退3.5%,但2021年将成长6.3%,2022年成长4.6%,2023年则为2.7%。 其他经济分析师预测,数据虽然有些落差,但整体都是看好未来复苏。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赫3月11日宣布,近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夏季奥运会和明年在中国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将提供给参赛者购置中国的新冠疫苗。 巴赫还说,国际奥委会将支付提供给参赛国家一般民众施打的额外两极疫苗费用,以展现团结对抗新冠疫情。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日表示,中国将进一步主动扩大对外开放,继续缩减外资来华投资负面清单,推动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对外开放。 同时,中国将把内需市场做大,为外资外国产品和服务带来更多机遇,中国将在扩大内需中不断扩大开放,使中国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世界的大市场。